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重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只有在重庆这个地方才能看到的奇怪景象 可能对于本地人来说看到这个地方觉得不足为奇 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说看到这里的话觉得非常的欣喜 这种景象是在重庆山城独有的特色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中有很多条这种弯弯的道路 这个是那个残疾人步道 这里并不是什么景区,也不是什么公园游乐场 这其实是重庆人居民正常生活的交通道路 每天都会有很多人从这条路上走 这个地方的高度落差,我目测的话大约在50米左右 但是从山上下来的话要经过好多条这个路 我下去给大家看一下 东水门长江大桥电梯 这里下山幸好有这座电梯啊 你说要是没有这座电梯的话 要是天天上班下班从这座桥上下去 那不得累惨了 我现在先乘坐电梯下去 怪不得有人说在重庆很难见到胖人 你说天天这么走能不速吗 桥下面这里是地铁六号线 从上面下来的话还要乘坐三步扶梯呢 下面这边还有一步扶梯 在重庆生活真的挺辛苦的 每天要走这么多路 今天给大家看一个指手于重庆的一个神奇景象 重庆之所以被称为山城是因为在重庆 很多房子都建在山上或者是半山腰 而且重庆每天人的出行 要么是上山下坡反正特别累 在我前面这边就有一个爬山步道 旁边这边有电梯 但是我想挑战一下从这个步道上去得需要多长时间 因为这个步道它山它有很多的一个弯路 咱们测试一下从这个步道走到山上需要多长时间 现在准备计时 这是我准备走的第一个弯 这个步道从下面看可能感觉不出来 但是你要是从上面看的话 有很多弯 但是你要是待会到上面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个步道有多么奇怪 你就会发现这个步道有多么神奇 山路十八弯 我觉得这个步道不止十八弯 起码都有二十八弯了 你看看这是第三个拐窝处 到第四个了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 视频待会会有加速 第六个 第七个了 第八个 第九个 第九个了 往上面望一望 还有好多呢 第九个 第九个 第十个 十一个 这是第十二个 这是第十二个 Tina 往下一望一望我才走了一半 13个我先加快一下步划 在庄庄车里是太不容易好辛苦 明天要爬就走 这是第十四个转弯处 也就是第十四层 第17层 18层 19层 像最后一层了 看看下面像不像一个迷宫一样 第20层 21层终于上来了 兄弟们终于上来了 我现在到了21层 已经爬到山上面来了 看一下下面这里 这就是我刚才走的步道 像不像一个大迷宫 刚才从山下那边坐上来的 从山下面上来到上面这里 一共花费了5分钟时间 一直从山下走到山上 这是正常的走路时间 没有做电器的情况下 得要花费5分钟 才能从山下到山上面的 大家觉得从这样神不神奇 我一共花费了5分钟时间 从山下那 从山下面那里 一直伸着这个弯道 走上来 这才是正儿八景的山路 18弯 弯弯扭扭扭的 我太难了 老天 最近我压力很大 наж打一两个 viewer 我才能做者 我这样的诚字 你不得到 我太难了 你不得走 我会看这里 我现在是不得了 你不是有些人 你不得了